史里芬计划 1905年的一天,德国参谋总部巨大的作战势力,三个人站在一张铺着欧洲地图的桌子前。 地图的比例很大,一些不起眼的小城镇也清晰地出现在上面。 看着地图上红蓝两则的箭头,德军总参谋长史里芬低省地问毛奇和瓦德西。 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吗? 两个人摇了摇头,但目光中没有了以往的坚定和自信。 这两个将领在德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。 毛奇是普法战争时的总参谋长,为德国统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 瓦德西是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总司令,在欧洲有些名气。 史里芬把他们请来,是因为看重他们的经验。 他们讨论的计划太重要了,关系到德国能不能在一场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的战争当中获胜。 不过这样的重任,有三个人来承担,确实沉重了些。 事实明白着,十九世纪七十年代,德国统一以后,正赶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,迅速发展的德国已经超越了法国和英国,仅仅落后于美国,国力跃距世界第二。 经济的高速增长,必然引起国际格局的变化。 德国在争夺殖民地问题上和英国发生了激烈的冲突,在争夺欧洲霸权的问题上和法国矛盾尖锐。 在争夺巴尔战问题上,有支持奥匈帝国和俄国抗衡。 德国、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结成三国同盟,英国、法国和俄国结成三国协约。 所以,德国和英国、法国、俄国的战争不可避免,迟早要发生。 德国在地理位置上不幸地夹在三个协约国中间,一旦战争爆发,就将面临一个任何军事家都极为头痛的问题,双线作战。 有什么办法呢? 谁是敌人,由皇帝来决定,仗却要靠将领们来打。 皇帝既然已经选好了敌人,他们的责任就是考虑如何获得胜利。 要避免两线作战,就必须集中力量打掉一头,然后调转头来对付另一头。 英国在时不必考虑,因为隔着海峡估计他们不能迅速参战。 俄国也不能列为首要的目标,尽管它交通落后,军备不整,但是广阔的腹地和充足的兵源却十分可怕。 拿破仑都在俄国一败涂地,所以不能先去捅这个码蜂窝。 只有法国是一个好目标,面积不大,部队比较集中,有利于打大规模的歼灭战。 而且不法战争以后,德国对法国有一种心理上的优势。 以德国人严谨务实的性格来衡量的话,法国人都是夸夸戏谈,外强冲竿的家伙。 再说,进攻法国以后,估计效率积极的俄国来不及在短时间内完成动员。 即使动员了,俄国落后的铁路运输,也来不及把部队赶快送上前线。 只有这样了。 史里芬扬起了略显苍老的脸,用军人特有的坚定国杆的语气说。 我们先击败法国,然后回师东进击败俄国。 用八个师组成左纵队,不是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,以七十个师的兵力组成右纵队,从比利时荷兰冲入没有设法的法国北部。 史里芬的语气亢奋起来,渡过塞纳河,绕过巴黎,把法国军队的主力逼到摩兹尔河一线,我左右纵队同时押近,一举可以揭灭,整个战役的时间大约需要四至六个星期。 史里芬停了一下,把目光转向地图的另一侧。 在东县布置九个师,监视牵制俄国,估计到西县战事结束,俄国还来不及完成战争动员。 这时,我觉得主力将快速地调到东县,争取在两到三个月之内赢得整个战争。 即使出现以外,奥雄帝国的军队也能配合那九个师抵挡一阵。 先生们,还要补充意见吧? 说完,史里芬喘了一口气,坐了下来。 毛奇和瓦德西相互看了一眼,默默无语。 这是最可能摆脱两线作战的计划了。 以德国当时的军事实力和地理位置,计划已经物尽其用,人尽其力了。 战略本身是正确的,设计也是合理的,但关键是要看比利时的抵抗时间,法国的应变能力和俄国的动员速度,所以这是一个冒险的计划。 史里芬心里很清楚这个计划的弱点,所以后来在临终的时候还念念不忘地叮嘱,接替他担任总参谋长的小毛奇,千万不要削弱我的右宗队。 历史证明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。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,毛奇的侄子,时任德军总参谋长的小毛奇,调整了史里芬的计划,把西线右翼的兵力从70个石减到52个步兵石和7个骑兵石少了11个石,而左翼纵队增到15个石。 战争大战以后,德军在进攻比利时的烈日要塞时花了12天时间,给了法军调整兵力的时间。 法军总司令霞飞将军火速调集七个军赶到马恩河一线,和溃退的法军向会合,加强了防御能力。 俄国在宣战以后,不顾战争总动员没有完成,迅速出动布置在边境地区的两个集团军,60万大军,兵分两路,杀向东普洛市。 小毛旗被在西线右翼出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,又抽掉了两个军救援东普洛市。 法国和英国远征军顶住了开战以后的混乱和损失,终于在马恩河会战当中挫败了德军速战速决的战略。 当马恩河前线德军全面退却的消息传到小毛旗那里以后,这位德军总参部长知道,一切都完了。 速战速决的战略失败就意味着德国不得不陷入两线作战的陷阱。 他垂头丧气地向皇帝威廉二世报告说,陛下,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。 石立芬的计划,中英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,错误地估计了对方,而遭到失败。